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做营养早餐 抛打奶粉 给宝宝冲奶粉 或是自己冲药剂的时候 水温是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为了方便不同情况下的使用 我们设置了45 65 85 95 四种不同的温度 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水温 设计很人性化 另外 我们的素额水机是连接一质人进水器使用的 我们都知道 一质人进水器是获得了NASF国际认证 过滤出来的水是安全健康的 现在 连接这台素额水机 那浸泡后的水会不会存在二次污染呢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因为我们的素额水机也获得了NASF国际安全认证 通过素额水机流出来的水 同样是安全 放心的 那如何获得我们这台厨房版素额水机呢 大家请留意公司官方的渠道信息 下面 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如何安装和使用的 首先 将水管一头插入分流器 在取下龙头的起泡器后 根据龙头的螺纹选择合适的连接器 把分流器装上龙头 水管的另一头插入素额水机背面的接头上 将螺帽领紧 打开素额水机收纳盒 把进水器的电源适配器插入盒子的插座 然后 把电线整理好 盖上盖子 把一均进水器平稳地放入素额水机的托盘上 同时 插入素额水机自配的连接管里 听到轻微咔哒一声 表示 连接到位了 接下来 把进水器的电子模组连接头插好 都组装到位后 盖上顶盖 插上素额水机的电源线 安装完成 当你要揭取热水的时候 把水杯放在素额水机的出水口下面 初次使用时 记得取下出水嘴的保护套 然后 打开水龙棚 分流器调到进水档位 按素额水机的开关键 然后 同锁间解锁 根据你要的温度 长按一秒钟的温度键 对应的灯会亮起 出水口出水 常温键流出的是进水本身的温度 热水接取完毕后 长按一秒对应的温度键 就可以停止出水了 然后 你再把分流器调回自然水档位 关闭水龙头 在素额水机产品手册里 有一张操作小贴士 你可以贴在水机旁边 提醒使用者正确使用 在素额水机出水口 放一个水杯 水龙头在关闭状态下 按常温键 将进水器中的雨水排出 然后 拔掉素额水机的电源线 分别取下进水器的顶盖和电子模组 拿出素额水机配的插销 向下对准插入连接水管的卡槽 把进水器推拔出来 一坨进水器取下来后 再把水管拆下来装回素额水机 取出准水器的电源适配线 再把素额水机后面的水管拔下来 拆卸完成 可以看到 无论是安装还是拆卸 都是非常的简单方便 让一支援进水器和素额水机 让您安心喝到温暖的好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